约书雅记第十七章 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 他的支派抽签所得的地业记在下面 至于马拿西的长子 激烈的父亲马吉 因为是个战士 所以得到激烈和巴山 马拿西其余的子孙 按着家族抽签分地 包括雅比以谢的子孙 希勒的子孙 亚斯列的子孙 世剑的子孙 西福的子孙 士米大的子孙 这些都是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子孙中南丁的各家族 马拿西的玄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女儿们的名字是 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 他们来到以利亚萨祭司 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众首领的面前 说 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 在我们的兄弟中把产业分给我们 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在他们的赎伯中间把产业分给他们 这样除了约旦河东的激烈和巴山地之外 还有十份地业归属马拿西 因为马拿西的孙女在马拿西的孩子中也得了产业 激烈地是属于马拿西其余的子孙的 马拿西的江界是从亚社起到世界东面的秘密他 又向南走到尹他普亚的居民那里 他普亚地是属于马拿西的 但是在马拿西江界上的他普亚城 却是属于以法连的子孙的 马拿西的江界又下到迦拿河 在迦拿河的南边 马拿西的重城镇中 有这些城镇是属于以法连的 马拿西的江界从河的北面起直通到海 南面是属于以法连的 北面是属于马拿西的 马拿西在西边的江界就是海 北面与亚社相接 东面和以撒加相连 在以撒加和亚社的境内 博善和属于博善的市镇 以伯连和属于以伯连的市镇 多尔的居民和属于多尔的市镇 都属于马拿西 还有三处山区就是尹多尔的居民 和属于尹多尔的市镇 他那的居民和属于他那的市镇 米吉多的居民和属于米吉多的市镇 可是马拿西的子孙 却不能把这些城的居民赶走 迦南人决意住在那地 以色列人强盛以后就迫使迦南人做苦工 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 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这样赐福我们 我们族大人多 你为什么只给我们抽一份签 分一份地做产业呢? 约书亚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族大人多 又嫌以法连山地过于窄小 就可以上森林区去 在比利喜人和利法因人之地 在那里自己砍伐树木 约瑟的子孙回答 那山地容不下我们 并且住在古地的所有迦南人 就是住在博善和属于博善的市镇的人 以及住在耶列斯谷的人都有铁车 约书亚对约瑟家 就是对以法连人和马拿西人说 你们族大人多 势力强大 不可以只抽一份地业 山地也要归给你们 那里虽然是森林 你们可以砍伐 开辟的土地都归给你们 迦南人虽然拥有铁车 势力强大 你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